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跟关羽张飞打黄金开始 直到40岁的时候 那还寄人篱下呢 颠沛流离 47岁才赤壁之战 联合孙权 大败曹操 58岁的时候 他才在成都称帝 改国号为汉 相信在这样年龄 这个数据摆在这了 大家伙看看 钢子甚至都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来表达再说了 各位伙伴们也能有所感悟 这其中的道理和奥妙 大家自己去惨痛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